美国总统选举进入倒数阶段 前总统奥巴马为昔日战友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 助选站台时狠批特朗普把政坛当成了自己的真人秀舞台 不尊重也没有能力履行总统职责 特朗普则在另外一场活动中形容那些不支持他的人愚笨至极 誓言一定要打败民主党的每一位政治小丑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2017年卸任之后一直保持低调作风 不过就在美国总统大选倒计时的关键时刻 他星期三突然亮相宾夕法尼亚费城的一个户外汽车集会竞选活动 高调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助选拉票 奥巴马在演说期间措辞强烈 列属特朗普的无能 先是抨击对方防疫不力 无法处理种族矛盾之余 还屡屡发表不当言论 助燃歧视暴力 再来嘲讽对方意犹未尽 把自己投资制作 偶尔上阵主持的真人秀飞黄腾达搬上了政坛 说他治国像小孩玩泥沙 另一边乡特朗普同一天晚上飞抵北卡罗来纳州加斯通尼亚出席造势集会时豪不必会 称那些永不支持特朗普的群体是笨蛋 形容民主党人是小丑 随后话锋一转 说即便身边的友人都因为他是总统高高在上的关系 而不再以名字相称 但也因为这样终于明白 让他感觉备受尊重 最新民调显示 虽然寻求连任的特朗普支持率 远远不及对手拜登 但值得关注的是 他们俩在好几个足以决定胜负的 摇摆关键州支持率不相上下 因此特朗普在选前最后冲刺期限 后来屈上并非不可能 中文字幕志愿者